最近这阵子我国的新冠肺炎隔离中心多次传出隔离者在隔离期间行为不安分的消息 那其实在上个星期五社交媒体上就流传出了一段12秒的视频 显示沙巴亚币的一所隔离中心里头有啤酒供应给隔离者饮用 从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好几名的成人他们手拿着啤酒围坐成一圈在闲聊 而床边就放着两大桶的啤酒 对于有关视频当地的警方已经鉴定了涉及人士 并且会在他们结束隔离之后传召当事人来录取口供 再来最新的一宗地点怀疑是在雪州沙灯的方舱医院里头 有许多的隔离者他们聚在一起赌博 相关的视频流传之后马上引起网民热议 认为隔离者他们行径夸张 把隔离中心变成了巨赌场所的行为 已经太过火了 几个疑似在雪州沙灯方舱医院所拍摄的视频 近来在网上引起热议 画面显示许多隔离者围在床边玩扑克牌 他们大多数没有佩戴口罩 并且没有保持人身距离 甚至还有小朋友和大人在一起赌博的场景 针对网传隔离中心里头有人剧赌的视频 副卫生总监诺西珍指出 雪州沙灯方舱医院主任将会针对这起事件向警方投报 另外雪州刑事调查组主任也表示 警方目前已经开档调查隔离中心内所发生的剧赌事件 一旦确定赌博事件是真的 那么警方将会对涉及的人士采取法律行动